西伯来书第七章 原来这莫基瑟德是撒冷王 是至高者天主的司祭 当亚巴郎打败众王回来时 他来迎接,且祝福了他 亚巴郎就由所有的一切之中 拿出十分之一分给了他 他的名字莫基瑟德 第一可称作正义之王 他也可称作撒冷之王 就是和平之王之一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 生无始寿无终 他好像天主子永久身为司祭 你们要想想 这人是多么伟大 连圣祖亚巴郎也由上等的战利品中 取了十分之一献给了他 那些由类位子孙中领受司祭职的 固然有命向人民按法律征收十一之物 即向他们的弟兄 虽然都是出自亚巴郎的腰中 可是不属于他们世系的那一位 却收了亚巴郎的十一之物 并祝福了那蒙受恩许的 从来在下的受在上的祝福 这是无人可反对的 在这里 那些领受十一之物的是有死的人 但在那里 领受十一之物的 却是一位证明了常活着的人 并且可说 连那领受十一之物的内位 也借着亚巴郎交纳了十一之物 因为当墨基瑟德迎接亚巴郎的时候 类位还在祖先的腰中 那么 如果借着类位司祭职能有成全 因为选民就是本着这司祭职 接受了法律 为什么还需要兴起另一位 按照墨基瑟德品位的司祭 而不称为按照亚郎的品位呢 如今司祭职一变更 法律也必然变更 因为这里所论到的那一位 原是属于另一支派 由这一支派中 没有一个人曾在祭坛前服务过 显然我们的主 是由犹大支派出生的 关于这一支派 梅瑟从未提到司祭的事 既然有另一位司祭 是按照墨基瑟德的品级兴起的 那么 我们所讨论的就更显明了 因为他支撑为司祭 并不是按照血统所规定的法则 而是按照不可消灭的生命的德能 因为有圣经给他作证 你照墨基瑟德的品位 用作司祭 先前的诫命之废除 是由于他的弱点和无用 因为法律本来就不能成就什么 可是如今 引进了一个更好的希望 因着这希望 我们才能亲近天主 再者 耶稣成为司祭 是具有天主誓言的 其他的司祭 并没有这种誓言 就成了司祭 耶稣成为司祭 却具有誓言 因为天主向他说 上主一发了誓 他绝不再反悔 你永违司祭 如此 耶稣就成了更好的盟约的担保人 再者 类为人成为司祭的人数众多 因为死亡阻碍他们长久留任 但是耶稣因永远长存 具有不可消逝的司祭品味 因此 凡由他而接近天主的人 他全能拯救 因为他常活着 为他们转求 这样的大司祭 才适合于我们 他是圣善的 无辜的 无垫的 别于罪人的 高于诸天的 他无需像那些大司祭一样 每日要先为自己的罪 后为人民的罪 寄献牺牲 因为他奉献了自己 只一次 而为永远完成了这事 因为法律所立为大司祭的人 是有弱点的 可是在法律以后 以誓言所立的圣子 却是成全的 直到永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